Magic style,那我们把图片拉下来,这是图片哦 那接着可以点这一颗,那跟影片的概念很像 当你点选的时候就出现这个 那图片的样式呢,跟影片的样式呢 它的做法都完全相同,譬如说图片下我希望它属于什么类别的 派对的场景,对不对,点这个按套用 那这些图片呢,它就帮我们做了一个影片的设计工作 就套用一个风格,叫Magic style,那我们把时间轴缩小来看看 所以加了片头,也加了片尾的文字,还有背景音乐,有没有 好,这是party的,文字的地方呢,来,叫派对时光 当然你可以double click,在文字的地方来做修改 那这边我就加个点点点就好了,我就不改文字内容了 当然文字都可以在左边这边做套用,存档 那后面这里呢,剧中按两下,结束的时候出现剧中 当然你可以改成the end,结束,或是打结束什么文字都可以 所以呢,在Magic style呢,它很方便帮我们加了片头效果 而且音乐有加,你看前面是open的效果,来,拨看看吧 点全片,才能从这里拨到最后一口,我们拨看看 一个电脱动画效果,接着这是party的 好,接下来就接我们的照片,当然这可能是有一些我们生活照 或是欢乐时光的一些,庆生会的活动照片 就可以透过这种方式来做呈现 好,接下来 好,接下来 好,接下来